好 中國大陸昨天突然宣布 暫停我芒果輸入 今天芒果非常好 今天芒果非常好吃 反正有大大小小不同的品種 不過現在已經大概到了 芒果的季末了 現在大概 因為一兩個月以前就開始吃 現在有其他的水果 蚊蛋 大白柚 水梨慢慢要出來 但是到底為什麼這時候要禁止 會不會接連禁止 到底什麼意思 今天《中國時報》的社論 是說顯然大陸已經在做 賴清德要當選的準備 這是《中國時報》的社論 前面社論是這樣 後面的社評是說 小心經貿全面被大陸報復 就是他要採取措施 因為反正你賴清德要當選 我要開始採取措施了 你們自己去忍受這個苦果 所以這是不是一個預兆 要注意了 包括ECFA給你調查2500多項等等 都要注意 這是今年第一次 對台灣水果下經理 我們芒果出口前五名 最多的是香港 大陸 日本 南韓 美國 就大陸將近1000噸 當然這個對整個台灣芒果的消 因為芒果大部分 對台灣內部用掉了 真的 台灣好的水果 不要說什麼外銷 台灣都吃不夠 我們很多好的水果 我以前連續兩 三年 有一種芒果買不到 他們說那個芒果人 人家就在下面等 最後採下來就立刻包走了 那麼兩岸貿易 業者說可能會影響 未來的出口價會影響到 另外我們還剩什麼 我們被禁了鳳梨 蓮霧 釋迦 不過釋迦因為台東縣長 他們去努力說又開放了 石斑魚 柑橘類 白帶魚 竹甲魚 糕點 茶葉 然後隨產品 飲料 酒類 油料 使用穀物 因為前一陣子他們申報有些 申報不全都有影響 農業部說不排除是我們 說不排除提貿易關切 像去叫TA去申訴 大陸學者說 跟這次賴清德國際 不一定有直接的關係 因為老共不會拿一個 個別產業來反制你 作用太弱了 到底是什麼原因 大陸學者說就是有從 台灣的學者說就是政治 另外學者是說 軍事跟經濟同步 軍事也在演習 包圍你 經濟 就是這個制裁 那個制裁 這個禁運 那個禁運 趙建民院長是說 雖然你也許不跟選舉無關 但是會造成 你要干預台灣的選舉 很不自然 這時候搞這個幹嘛 這邊我剛剛講 大陸未來清德大陸 已經在做最壞的準備了 好吧 反正就是這樣 什麼讓利也沒用 那就大概就來吧 公事公辦 民事長就罵說 柯文哲 侯友為什麼不表態 為什麼不去罵 柯文哲有 柯文哲說 動作越多 台灣人心跑得越遠 柯文哲昨天其實就有講了 我們看一下 台南玉京老街 7月盛產的艾文芒果切塊 台灣人剩下必吃一碗芒果冰 進入8月之後 產季已經結束 不過大陸國台辦發聲明 今年以來 從台灣輸入的芒果中 截獲害蟲 太平洋同文粉借殼蟲 海關總署宣布 從21日起暫停台灣芒果輸入 影響不會很大 因為現在我們大部分芒果都已經 進入尾聲 艾文芒果產地集中在台南 4到6月份 農民根本沒在怕 表面不漂亮的 本來就專做台灣內銷 外銷的也會經過消毒 加上8月以後 已經是產季尾聲 影響根本不大 台灣農業部也回應 中方屢次不符合國際慣例 任意中斷貿易的做法深感遺憾 強調從107年起台灣芒果 交往大陸超過5600匹 只有今年6月15 8月3號發現有害蟲 改善後也告知大陸方 卻都沒有回應 以前芒果其實輸出 從來不成是問題 只要配合中國軍演 就會有芒果或者文旦被犧牲 我們要呼籲農業部部長成擊中 該收起你的淚水以及政治口水了 趕快找專家一起來制定規範 以達到有害生物零檢出的標準 農業部統計截至今年7月底 台灣芒果產量約17萬公噸 有九成都是內銷 外銷只佔2.2% 其中大陸只有佔0.5% 外銷值前三名分別是日本韓國香港 大陸排名第四 對農民而言今年影響不大 因為產季已經結束 但若遲遲不開放 會不會影響明年的產銷 還有待觀察 那佩祥怎麼看這些農產品 其實說真的 身為菲律正雲的議員 現在講話在媒體烈勢 側翼當道的時代 如果講話不好好講 不四瓶八瓶 很容易被他扣紅帽子 真的 但是說實話 這還是我覺得小題大錯了 因為我們國家大量出口的時候 畢竟來講 我不管在台灣當地的檢驗 有多嚴格 有多嚴謹 勢必都有不良品出現 我們如果雖然說台灣的水果的品質 是全球最佳之一 但是大量產出的時候 瑕疵難免 所以說進口方 為了保障他們的食品安全 而去辦出禁令 這也是無可厚非 只是剛好今天進我們芒果的 是大陸 又剛好在選舉 還剩下145天之內的敏感時刻 所以很容易被人家 間列欣喜拿來操作 可是說真的 從國際談判的角度來看 你挑在芒果期快結束的時候 才來頒這個禁令 那想說來影響台灣政局 然後這樣的威脅恐嚇行為 基本上我認為是很無效的 假設他們真的想針對台灣的市場 還是台灣的政局做出影響 他大可在兩三個月前 芒果季之前或剛開始的時候 拿出禁令 這樣的威脅效果不是更好嗎 不是更明顯嗎 那跟台灣的當局在做談判的時候 不是 手碼會更高 可是我認為在芒果季末 才辦出禁令 一方面的確有瑕疵品 的確存在說 而且順便大陸也順便拿台灣開刀說 我們對於食品安全是很注重的 我們對於食品安全 不跟以前一樣 是得過且過的 另一方面可能也是他們 針對ECFA重新做出檢討的七手事 從2015年開始 馬政府執政的時候 我們的馬政府執政最後一年 我們台灣對大陸的貿易順差 是差不多230億美元 而在2022年 蔡政府執政之下 我們跟大陸的貿易順差 已經增加到1565億美元 是馬政府的6.8倍 執政黨查說 是馬政府讓台灣輕忠 但實質上 如果沒有大陸市場的需求跟消費 台灣早就入不敷出 我們國內的經濟狀況 會更加的嚴重 而大陸 中國大陸很清楚知道這一點 所以他們開始在檢討所謂的服貌 一方面你在大賺特賺我的錢 一方面你又指著鼻子罵我 甚至罵我的 甚至賣我的 也有可能是瑕疵品 憑什麼 那我們在拿另外一個 最近還有另外一個實案案件 如果兩個拿來比較的話 我們會覺得這個 會有很奇怪的類比 美國進口有致癌物質的櫻桃到國內 然後我們已經驗出有22批有毒的櫻桃 甚至有更多已經流入市面了 我們有禁止進口美國的櫻桃 並譴責他們的作為嗎 目前我知道是沒有的 食藥署的公委 已經行文給AIT 已經一個半月了 連一個回應都沒有 如果要公平檢視 我們把兩邊的案例一起拿出來 做個比較 然後針對後續做公平報導 不要厚止撥比 你會看 芒果到底為什麼 現在大陸不買 有兩個字叫有蟲 可是有蟲沒蟲居然沒有答案 各說各話 這是目前兩岸貿易最可笑 而且最尷尬的地方 從馬英九總統他卸任之後 2016年到現在 兩岸的熱線已經斷線 夏立妍跟張志勳 在最後馬熙月回來以後 2015年11月7號 到2016年5月20 桌上有個電話拿起來 喂 佩芬我們就可以通話了 可是現在那個已經斷線了 所以你根本連去問 確認一下有沒有 我先跟大家講 先把大陸跟剛剛佩長講美國 美國 中國 道路 日本 紐西蘭 澳洲 你先不管 我們台灣賣水果出去 我們要不要給別人好的水果 我相信我們台灣 所有芒果農 鳳梨龍都一樣 廟的東西很好吃 所以沒有蟲 有蟲先搞清楚 可是現在的問題是搞不清楚了 他們說有 我們這邊不相信 我們說沒事 像石斑魚的那個 抗生素的那個藥量太過量 所以兩岸已經沒有互信基礎 所以今天芒果事情是事小 後面ECFA才是重點 因為芒果第一個占比 曾經說0.5%不多 現在殘疾也過了 而且芒果已經是第幾波了 之前算鳳梨 蓮霧四下 已經肉了 大家已經沒什麼感覺 第一個亮小 第二個已經不是第一次 所以沒什麼感覺 後續要談的是說 那當這個事情發生的時候 美國之音今天的報導是說 這是針對賴清德訪美 而且包含軍演 那如果美國之音的觀點是這樣 就中國道路是精準打擊 要去打擊民進黨 打擊賴清德 那歷史可見 你越打他越旺 現在民調來欠你這樣43% 因為賴清德 他是代表中華民國去美國 然後繞進去巴拉圭回來 你就要制裁他 那你說又不買芒果來制裁他 大家不痛 那你就用斷ECFA 好 那講到ECFA 剛剛佩南那講 ECFA從我以前 在當總統府記者到現在 13年了 蔡總統以前確實認為 不應該依賴中國大陸 你的253項的這個 就是早收清單 然後是500多項 539項早收清單 那實際的商品已經到2000多項 那你這樣子 一年1000多億美金的這個順差 然後到現在為止 我們要停不停 中國道路在講說 我準備要停 商務部講說 因為你貿易壁壘 很多東西 其實坦白講 這個今天保哥這邊 我們不能搬門弄斧 財經我們也那麼懂 我們的水果可以賣大陸 很多東西不能賣過來 這個其實違反WTO的原則 他其實就是讓利給台灣 那現在跟你關係這麼差 所以商務部現在檢討 四月的時候提出檢討 剛剛八月十七講第一波 初步認為有貿易壁壘 十月十二會做決定 十月十二不做決定 拖到明年一月十二 投票前年做決定 所以他就告訴大家說 如果繼續 意思好像是這樣 如果繼續 因為中國觀察者網 今天寫了篇文章 應該斷一個法 把那一千五百多億美金的 那個台灣的順差 拿回去 去讓中國大陸正好補他的GDP 無法達標的一趴 嘟嘟好 我們找到如何能夠破五了 就是靠台灣的這些錢 所以中國大陸現在是官民 都覺得應該斷的狀況之下 我們非超自在我 你不行去阻止 那你怎麼辦 那明年馬上要投票了 我是覺得 結論就是國民黨 因為是ECFA當時的這個發起 那也讓這十三年來 其實農與民都賺到錢了 但是真正ECFA 包含他的貿易 包含他的紡織 還有他的那個相關的這些電子產 是在台中跟彰化 農漁產品是在雲林 台南 高雄 屏東 請問這幾個地方 民進黨的制設有變少 國民黨變多嗎 答案就很清楚了 你那個 不過這樣 就是說雖然我們 對大陸的貿易順差 是1500億美金 那是台商賺 對不對 但是大陸對美國 一年賺了4000億美金 順差 前十大的出口商 七大是台商 所以真的殺他結果 真的損失還是台商 這是一個 就台商好會賺錢 只是默默賺而已 不講話在那邊賺 好 這個芒果是這樣 這是我們的農委 農業部的次長說的 大陸在今年6月5號 及8月3號 兩次透過文書通報 說你有蟲 借殼蟲 農委說我們接到通報以後 立刻調查 7月4號 7月17號 已經進行了改善措施 而且回復路方 那我不太懂 如果這個數字沒錯的話 他是6月5號來函 我們在7月4號 7月17號 進行改善 然後他8月3號又來函 那這怎麼回事 那就表示說 我們改善告訴他 我們已經改善 他8月3號又抓到蟲了 不是這樣 這是一批一批 我改善的批 跟你收到的新的一批 不見得是同一批 那你說他來通知我們有蟲 那我們說改善了 表示什麼 表示有蟲 你沒有蟲你改善什麼 對 你真聰明 就這個意思 他通知我們有 我們兩批改善 7月通知他 他拜託查到另一篇月有 那有 就沒了 我們也說我們改善了 但是我們的意思是說 這次我們沒有說我們沒有蟲 我們只是說國際慣例不能這樣 就給我停了 意思就是說你要過年改善期間 再觀察再來磋商 變成這樣 蟲是不是今天才有 蟲絕對不是今天才有 蟲不早就有了 只是以前人家睜一指眼閉一指眼 有蟲就有蟲就算了 現在不要睜一指眼閉一指眼 說有蟲 有蟲 你改善 改善以後還有蟲 那不然你停了 其實就是這樣 你也是怎麼做 你好 你不可以